我的很大 你要忍一下 这句话究竟是男性的过度自信 还是却有歧视呢 很多男性觉得性交疼痛 是对男性能力的一种表扬 证明他们更大 更硬 更能干 实际上这只是男性的美好幻想 性交疼痛是一种障碍 应该被战胜 因倒真的会容不下大尺寸的印经吗 导致性交疼痛的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 我的很大并不会成为性交疼痛的原因 因为阴道的弹性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阴道在分娩时 它可以扩大到10厘米的口径 让婴儿顺利出生 同样它也可以塞进细小的卫生棉条 保证不掉落 阴道太紧会让阴经前进艰难 可由太松会减少性的快感 好在这里的肌肉可以通过锻炼来改善 也就是说阴道松紧可以后天调节 阴道周上段是柔软可扩张的 虽然看起来像条扁平状管道 但是实际上更像是一个气球 如果有足够的性兴奋 子宫颈会向后收缩 女性阴道最多可以容纳约20厘米的阴经 而一般男性的阴经勃起长度为13厘米 而且阴道的适应速度比我们想象快得多 只要刺激充分 普通女人的阴道就可以容纳最粗大的阴经 所以照这样来看 即使我的很大 也不会出现需要你忍一下的情况 只可能是我的很深 需要你努力够一下 那为什么大部分女性会觉得第一次疼呢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缺少经验 当心理和生理都缺少经验的时候 女性第一反应就是紧张焦虑 而在焦虑缺乏准备的情况下 肌肉会依然保持紧绷 此时被强行进入 就会导致心爱疼痛 人们还相信第一次的疼痛 是由雏女膜破裂导致的 实际上雏女膜上的神经少 所以即使破裂带来的痛苦也有限 女性最常见的性胶疼痛胜利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个原因是阴道干燥 过分干燥会引发性胶时的阴道壁刺激 如果没有足够的阴道润滑 性胶会变得痛苦 通常做爱是阴道干燥 说明前夕没有做到位 是男性的问题 请勇敢指责 第二个原因是感染 患有阴道炎 盆腔炎的女性会在性胶时感到刺痛甚至流血 不过这种疼痛在使用卫生棉条时也可能出现 第三个导致疼痛的原因是阴道禁卵 起源于当事人对疼痛的恐惧 这是心理层面的原因 比如对性的负面情绪 过于保守的道德教育 被性骚扰 性侵犯的过去 都可能导致阴道禁卵 好在阴道禁卵可以在心理和行为治疗后得到很好解决 以上这些就是性胶疼痛的可能成因 如果再有男性说出 我的很大 你又忍一下 可以大胆告诉他 性胶疼痛是一种障碍 不能靠人 应该被战胜 这里是奇闻揭秘关 带你看遍天下奇闻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